哈喽大家好我是星星君子兰的小新 听说呢上剑开花会影响君子兰的形体 今天呢小新就就这个问题来跟大家叨叨叨叨叨 来看一下小新的这颗花 几乎它属于从中剑挺起的一杆剑 叫中心剑 中心剑出来的这种君子兰呢 其实对形体的影响的话还不算特别的大 来看一下小新的这颗花 它就属于有一点点的偏见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叶片 就是因为这个花剑荡在这里 所以导致这个叶片现在偏斜的有一点点的严重 这个大花开的是特别特别漂亮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校正一下这个叶片 它这个叶片向小新的这个手的方向偏斜 那我们就要用一个锡纸挡一下光 让阳光尽量的拽 要不然的话这杆花剑的话 等它落的之后 这颗叶片就会偏斜的太严重 等这个花剑抽干之后 这个大花的这片叶子再校正的话就比较难了 一些的花剑呢 它就是比较的懂事 像这种花剑是 它自己轻微的向外边去歪去 然后不会挡着这个叶片影响整颗花的形体 比如说看一下小新这颗花的这个花剑 这个花的花剑的话 整体的话它是自己主动就偏过去了 这样的花剑呢 对菌子的这个形体的影响也会减少 首先再要跟大家强调一些 看一下家庭里面其实养花呢 我们并不需要繁殖更多的小苗 像小新这个花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刚刚结成果实的 那这个呢 种子到秋天的时候成熟成熟之后呢 就培养下一代了啊 那家庭里面养花我们不培养下一代 等到花落的时候 就要把整个剑杆给它剪掉啊 剪掉剑杆之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根部吸收营养 如果给种子了啊 就是给种球了 那么它相应的叶片的话 就会得到的营养会少啊 叶片得到的营养会少 对它的形体 它的美观度也是有所影响的 所以家庭里面当花开拜之后 大家可以及时把剑杆剪掉 就是小新跟大家的分享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花椒呢 有一些不点粉的花 当花差不多快要开起来 或开落的时候 就会提前把花剪掉啊 是为了不让花朵啊 跟叶片去竞争这个营养 这个就是小新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啊 喜欢君子兰的 别忘了给小新点个关注 持续还是一样 会大家分享更多君子兰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见了 他下期不见了 有点击